耶 是我的努力 终于没有 所以说 你一定要坚持坚持再坚持 再无论无论就不要追求梦想 知道了啊 记住 这个就是我 舞蹈基本 领啦 反正我是有习惯性的脱脚 所以说我只要稍微疯狂一点 我的肩膀就容易脱出来 你是不是在这个地方面试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伤到的 对 我原来就一年内脱过来差不多有六次 然后这已经 其实是已经是第八次了 但是我觉得晴晴老师说的特别对 这是我的武器 它是我身上的东西 所以我必须要保护点 真的就这么简单 那你这些是不是也有原因 你觉得它影响到你这第八次了 我刚开始脱的那一瞬间 我就想拎着包就走了 我的小天使就告诉我自己 我绝对不可以放弃 既然我都从北京大乐园跑到这 所以说我在绑上的时候 我也想进了很多的动作 很多的方式尽量的弥补 让人发现我的肩膀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那你老师会就是 你就用这个一个方式去评论 因为我的节目它就是山鬼 它有两面的性格 像女人一样有温柔的 有唯美的 但是也像水一样有冰川 非常有杀伤力 而且龚琳娜老师也是贵州人 我也是贵州人 我觉得这首歌 但是它给我的不是忐忑 不只有忐忑 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张力的 张扬的一首歌 而且我觉得放在我这个舞蹈的这种配合上 我觉得是一种完美 所以你的性格也很强 对 我觉得你这种两面就是 可能一面比较开朗 一面有一点有优伤 嗯 但是我是每天都会让我快乐的小天使 在我脑子上转